1949年夏天 新中国成立 指日可待 鉴于自身实际情况 秘密房苏期间 刘少奇代表中央向苏联提议 希望苏联能帮助中国 拍摄记录革命胜利的新闻纪录片 很快 苏联政府同意了中方请求 并在物资紧俏的情况下 特批当时最先进的彩色胶片和器材 用于拍摄 这些彩色胶片 到底有多么珍贵 其实 就在几年前 连苏联自己都没有 哪怕一米长的彩色胶片 1945年二战结束前 苏军攻占德国九富盛名的 乌尔芬阿克发胶片场 在这里 苏军有了意外的发现 几百万里长的彩色胶片和配套器材 让苏联人如获至宝 战后初期 很多苏联大片都是用这些缴获的德国胶片制作而成 因此苏联政府能拿出压箱底的彩色胶片支援拍摄 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大功一键 不久 在时任中央电影管理局局长 袁牧之的正式邀请下 由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和瓦尔拉莫夫为首的 二十五名摄影师 兵分两路 前往百废待兴的中国 在历时八个月的拍摄和七十年的等待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焕然一新的中国 这是苏联摄影队于1949年10月1日拍摄的开国大典时的场景 我们都知道 开国大典当天 中苏两支摄影团队分别对开国大典进行了现场拍摄 但由于事后苏联摄影师下榻的翠明庄宾馆失火 他们记录下的有关开国大典的一部分彩色胶片 也被烧毁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泰国大典影像 都是中方摄影团队用老旧器材拍下的黑白影像 事实上很少有人知道 虽然那场大火让不少彩色胶片毁于一旦 但人们还是从火灾中抢救出了一部分胶片 这些有关开国大典唯一的彩色胶片后来经过剪辑 一部分被用于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 另一部分则一直沉睡在苏联纪录片档案库中 直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才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通过苏联摄影师的镜头 站在天安门城楼 我们可以俯瞰整个天安门广场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 远没有今天那样雄伟壮观 城楼下的长安街还没有拓宽 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也没有拆除 即便如此 人头攒动 红旗招展的广场 看起来仍然激动人心 气氛热烈 下午2点55分 毛泽东率领其他中央领导人 登上休憩一心的天安门城楼 别在上衣左侧的烫金红绸带上 赫然写着主席两个字 此时的毛泽东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在一天前闭幕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下午3点整 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按既定方案 在升国旗 奏国歌 铭礼炮等缓解之后 毛泽东亲自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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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民 在天安门城楼欢呼雀跃 我们发现很多人的胸前都佩戴有一枚中间有红旗图案的徽章 其实这并不是开国大典的纪念徽章 它是1949年7月由新政协筹备会制定通过 后经毛泽东批准 于1949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首次正式使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 显然佩戴这种徽章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士 应该是刚刚参加过政协会议的政协委员 开国大典进行时 从各个角度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各界民主人士与新中国缔造者们站在一起 亲切交谈 不分彼此 新成立的中央政府 终于实现了1945年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 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 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 自由 民主 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愿望 在随后举行的激动人心的阅兵式上 我们看到了有些特别的一幕 参加阅兵的徒步方队 竟然没有使用中式阅兵中威武霸气的正步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本在1949年6月翻演的《智识教练》 当年开国大典徒步方队训练时 参考的就是这本小册子 所谓智识教练 就是严格按条令 校犯规定的标准训练内容 和智识动作所进行的教练 具体到队列训练中 其主要目的就是规范军事动作 养成整齐划衣的队列习惯 虽然战斗频繁 环境艰苦 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 人民军队一直都没有停下编写 翻印智识教练的脚步 虽然一些内容参考并沿袭了 国民党步兵操点 但部队仍然根据实际情况 对很多内容进行了修改与调整 然而 即便有正规的队列训练手册进行参考 但由于时间紧迫 部队队列基础又比较薄弱 阅兵指挥所最终决定 在分裂式中使用相对简单 也更容易训练的大起步动作 这种行进动作 是在两臂自然摆动的基础上 将高抬腿踏步的下肢动作调整为便于训练 同时也更符合人体力学的起步走 因此 今天名震天下的中式正步 并没有出现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当中 徒步方队后 是威武雄兹的战车方队 在战车方队通过天安门城楼的历史瞬间中 苏联摄影师为我们捕捉到了战功卓著的工程号坦克 作为人民军队一辆作战坦克 从东北一路达到华北的工程号屡立起步 然而 受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的限制 由坦克兵方队 装甲步兵方队 与摩托化步兵方队组成的战车方队 此时却只能排着两行队列通过天安门广场 即便如此 想让这些产自不同国家的战车硬排行进 在当时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于服役年限过长 很多战车早已破旧不堪 为此 战士们只得将一些实在无法开动的战车拆卸 将零件补充到其他车况较好的战车之上 也正因为如此 在布置授阅任务时 了解实情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贞 要求这些战车只要不原地抛锚 就算完成任务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战车方队还制定了应期方案 一旦有车辆中途抛锚 后面的战车就要及时跟上 顶着前车通过检阅区域 战车方队的出现 让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元勋们兴奋不已 纷纷向授阅部队挥手致意 与阅兵现场的万众欢腾相比 此时的毛泽东却有些表情凝重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又愉快又不愉快 毛泽东后来曾对此解释过 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 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 还没有完全解决 因为中国很落后 很穷 一穷二白 这是阅兵式当天 毛泽东少有的微笑瞬间 让他笑珠颜开的是 人民空军的空中授阅编队 当战车方队驶过天安门时 17架战机呈品次队形 飞过天安门上空 此时 广场上翻过的人群不会想到 为了让空中阅兵更加壮观 前面速度较快的九架战斗机 飞过天安门后 又调转机头 跟在速度较慢的飞机编队后 再次飞过天安门上空 接受人民的检阅 空中梯队的尾气还未散去 伴随着踏踏踏的马蹄声 12个骑兵方队在所有人的注目下 微风凛凛地通过天安门城楼 腰肥体壮的战马 精神抖擞的官兵 骑兵方队一经亮相 便赢得全场掌声 作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 给苏联摄影师留下了 极其深刻的印象 为此他们甚至亲自来到了 位于湖南湘潭韶山冲的 毛泽东旧居 我们可以看到 那时的韶山冲 还没有被改造成红色景区 甚至还有主席当年的老乡 在这里生活 事实上 自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后 毛泽东一直没有回过家乡 直到1959年 扩别32年后 才重返故乡 为父母扫墓 在围绕毛泽东进行的 一系列拍摄中 或许是出于 对苏联同志的信任 我们得以看到 很多超乎想象 甚至是此前 从未出现过的历史片 这是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 毛泽东在北京视察时 偶然遇到的一群刚吃完午饭的士兵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亲眼见到毛主席 面对这位赤裸上身的战士 毛泽东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 反而笑呵呵地聊起了天 百文不如一见 人民军队爱兵如此的传统 在这段有趣的影像中 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正如这段俄语解说所说的那样 毛泽东绝对是一个亲民的领袖 他平时质朴 他抽烟 喝酒 赞美女性 他表现得完全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 像老百姓一样的毛泽东 哪怕在进行最高级别的政治会议时 都显得十分接地气 这是一段独一无二的历史影像 仅看画面 我们可能不会想到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新闻联播中听到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内容我们无从而知 但是从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等与会人员的一系列表情动作中 我们却不难感受到 虽然是党内高级会议 但整体氛围却十分轻松 正是在这些开国元勋的带领下 中国革命才得以一步步走向胜利 这是1949年12月21日 苏联摄影师 为我们记录下的一段珍贵影像 如果没有介绍 我们很难想象 这些捧着兽陶 举着巨型兽字的北京群众 居然在给一位外国领导人祝寿 这一天是斯大林七十岁大寿的日子 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和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给德高望重的苏联领导人祝寿 在那个中苏关系新如一家人的时代背景下 似乎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上午时分 北京各界助手代表 纷纷来到位于东郊名巷的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正是当年新筹条约签订后 俄国公使馆和兵营所在地 虽然后来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苏联驻华使馆也随之签到南京 但1949年10月3日 与新中国正式建交后 苏联驻华大使馆再次回到了东郊名巷 直到1959年 苏联大使馆先至东直门内 这里一直都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地 北京人民准备的助寿礼品 颇具老北京特色 精美盆景 提龙驾鸟 锦旗标语 成套瓷器 寿星老人 不一而足 此时此刻 助寿的人群或许不会想到 早在几天前的12月16日 毛泽东同样带着自己亲自挑选的寿礼 山东大葱和江西秘局 率代表团乘火车来到莫斯科 为斯大林祝寿 同时与苏方商讨并签订一系列条约协定 1949年10月10日 北京时间下午16时18分 北京闲门火车站彩旗飞扬 人头攒动 人们要迎接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位外国驻华使节 苏联大使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罗申 几天前 刚刚就任政务院总理 兼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 亲自到车站迎接 在现场三千多名欢迎群众的注视下 周恩来至此说道 从此中苏两国邦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欢迎仪式现场 罗申大使与周恩来等人含笑甚欢 兴致很高 其实罗申大使死刑拨飞周折 1949年10月4日 由莫斯科启程的罗申 先乘坐飞机到达赤塔 再换乘火车进入中国 历时六天才抵达北京 镜头中 罗申右侧戴着眼镜的苏联外交官 名叫谢尔盖·纪和文斯基 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 与文系中文专业的他 是一位资深中文通 1949年10月1日晚上 当时身份还是苏联 驻中华民国政府北京总领事的纪和文斯基 刚刚参加完开国大典 就接到了周恩来让人送来的一封集信 信件内容简单 却有十万火急 要求苏联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 深感事情重大的纪和文斯基 迅速将信件内容译成俄文 并以电报形式发给莫斯科 第二天一早 由于时差原因 这份电报正好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 斯大林当即决定 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纪和文斯基也因此成为了中苏建交的传话人和见证者 在欢迎人群中 除了周恩来 还有北京市长聂荣珍 即将复苏担任大使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家祥 以及罗申的老友董碧武和沈君如 用这样的超规格阵容迎接一位外国大使 这与当时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密不可分 所谓一边倒 就是指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 将坚定地站在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在这样的外交政策引导下 1950年2月 中苏两国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百废带兴的新中国得到了苏联的全面援助 一时间 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岁月里 苏联元素几乎随处可见 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庆游行中 游行群众会高举斯大林头像 就连当时解放军身穿的武陵式军服 都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当时的苏军军服 在全国各地 尤其是北方 苏联原建的工厂 企业遍布全国 为此技术人员和工人们 开始大面积学习俄语 在当时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可不仅限于军事经济方面的援助 随着中苏两国文化交往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开始了解到苏联文化的魅力 享誉世界的 莫伊谢耶夫模范民族舞团 和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 那时经常在中国进行巡回演出 至今 我们都会哼上两句的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喀丘沙》也是在那个时代 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 随着苏联文化大潮而来的 还有同样文明世界的苏联文学 这是1949年开国大典前 法杰耶夫和西蒙诺夫 率领苏联人民文化代表团 访华时的场景 在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 宋庆龄 彭真 毛顿等人 很快 列夫托尔斯泰 普希金 高尔基等人的经典文学作品 就被收入到了中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当中 在那段中苏关系亲密无间 交往频繁的年代 有这样一位特殊的青年 在镜头前为我们留下了这段 宝贵的历史游巷 这是1950年5月1日上午 北京各界青年代表5000多人 在中山公园露天音乐堂 贸语欢迎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洛夫为首的 苏联青年代表团室的场景 此次来华访问的苏联青年代表团 可谓群鹰会摧 视频中身穿苏军空军校官制服的军官 名叫阔日渡部 他不仅在卫国战争中 击落过62架德军战机 三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 1950年还率领苏联航空队参加了 保卫上海领空的空战 半年后霍日渡部又以志愿军名义 带队进驻丹东浪口机场 与联合国军空军进行了英勇战斗 为抗美援朝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 视频中坐在主席台的苏联女青年 来头同样不小 她叫玛利亚罗日涅娃 是莫斯科的一名纺织女工 1949年她发起了节省原料 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量的竞赛运动 后来竞赛运动在苏联广泛开展 罗日涅娃也成为那个时代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典型人物 与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相比 米哈洛夫讲话时 他身旁的年轻翻译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很快大家就被他的俄文素养所打动 他的翻译不仅娴熟 而且声音洪亮充满自信 这名翻译名叫毛岸英 是毛泽东与杨开会的第一个儿子 由于当时领导人子女的身份不能向外界透露 所以在场的很多记者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这一年 毛岸英28岁 半年之后 他牺牲在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这段视频也由此称为毛岸英生前唯一存世的活动影像